我們來看第一題 若aB且k0,起用面積的方式來求 當k從aG到b的時候的值是多少 從aG到b就代表說f等於k 還有x等於a 這時候還有x等於b 即x首微乘的矩形面積 我們來看到圖形 我們可以知道從aG到b的話 代表說它的高是k 它的長是b-a 所以可以得到用面積方式的話 就可以求讀它的值叫做k乘以b-a